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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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强度会不会太不符合比喻忍者 我觉得强度有点过强 不到一分钟时间里面 然后就是连续开罚的五张罚单 这样的检举跟我们的执法的强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合理 虽然我有违规在先 但这个样子的话 也会让我们的民众 对于这样的一个执法强度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 就是索取我们的那个 罚款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会不会觉得是有点政府太缺钱 第一张是在中间区调和街 因为未依照标示指示 在8点31分12秒被开了一张 接着在8点31分18秒 在北陵路384号 不一规定使用灯光被罚第二张 后续又分别在8点31分45秒47秒56秒 被开出第三四五张罚单 多次违规遭到连开五张罚单 最短的两件仅仅只差两秒 来讲的话会觉得是太做 就是太扰迷太强 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以内 去修改我的行为 那这样的行为没有办法修改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罚款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驾驶收到罚单坦承自己违规在先 但也质疑警方在短短一分钟之内 就开出了五张罚单 这比例原则是否恰当 交通事件裁发基准及处理细则 第13条第三项规定 这是针对超速的部分有限制 距离六公里相隔六分钟 差一个入口 我们是可以连续举发 那在隧道里面是除外 其他违规的态样 除了违规停车以外 并没有不得连续举发的规定 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所有用路人 上路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警方回应 五张罚单违规都是不同行为 后方车辆都有行车记录 举发事实明确 但驾驶不禁要问 政府有这么缺钱 决定向监理占申诉 如果申诉不成 将乖乖缴纳4200元罚单 记者 黄绍铭 吉隆报导 代表基隆市长谢国良出席的 市政府执行秘书蔡志颖 基隆市议员秦珍 于三发 以及安乐区英哥里长邱美族 甘城里长于秀珍 和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 陪同施智长者们面对面一起比赛 用纸杯杯底传桌球的游戏 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加油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 长期照顾服务管理所 主管辅导的安乐区机制 一起玩学堂 居达乐字学堂服务据点正式剪彩 这也是诠释第11处施智服务据点 安乐区的第二处 希望可以照顾服务更多的 失智长辈延缓退化 尤其是很多长者喜欢来这边 对不对热闹对不对 大家一起来互动 一起玩游戏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 也就是代表说我们 居达想要往社区来做发展 往社区来做发展 之前我们都是在做居家 在做专业服务 我们现在是透过社区式的活动 让长者可以在这边 得到更多的一个协助 今天这个延缓失智的据点 我们先知道 有时候开始要脱了 后来不脱到很明显的时候 我们来这我们最后 我们就不脱那快 所以这部分 8年的帮忙 做这个共造管理 也是很重要 再来就是我们卫生局 我们卫生局 因为市长有很支持 议会也有支持 所以我们七月分开市 我们有成立 叫做长期照顾服务管理所 叫做长照所 过去管我们的长照 一半在卫生局 一半在社会房 卡定位卡来卡去 都问没人 现在所有的 跟我们长照 有关的事 都合作会 在我们长照所 作会来管 这个长照所 就在我们卫生局 的卡 所以我们就一人 作会来帮忙 而市政府推出的 长者照顾平台 也一并宣导给在场的 长者跟家属们了解 基隆长辈照顾平台 就是平常我们在家里 我们说 当时 大学也没有松怀 我会跟你说 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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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卡定位去 专人帮你服务 跟你说 我们有需要急诊 赶快去挂急诊 或是明天赶快去诊所 就医 我觉得这都是市长的德证 晚上 你普通时 你如果晚上 人家在痛苦的时候 你要去问什么人 不然你从那一趟去诊 不然你没法去问什么人 我们市政府现在 弄一个资料 你可以直接在资料里面 问全业的医生 全业的博理师 像刚才我们市政府说的 你如果感觉你在家里的痛苦 我感觉怎么样 你要问什么人 有资料 日子休息就医生给你问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 基隆市已经成为超高龄化社会的城市 也就是每五位市民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因此随着老年化和超高龄化的到来 失智症长辈的人数预估也将跟着增加 出估目前基隆市就有5,413人罹患实质症 记者 玉松 基隆报导 在基隆观光发展的部分 参加政策讨论的市长谢国良和立委王宏威都认为 光是有景点还不够 需要有配套措施 延长旅客停留时间 能够住宿过夜当然是最佳的选择 所以如果有新的饭店跟购物中心 是能够发展观光 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方向 我觉得这样 网红打卡点 你还是能够去有一些周边的 不然就是给打卡拍照走了 你就没有留在这边 要吃东西要喝东西要消费 基隆市玩的东西不够多的时候 大家没有那个动力去过夜 所以你一定要东西玩的够多 过夜到过夜以后你会发现 真正好的饭店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调 我们饭店民宿都会增加 玩的东西也会增加 其实以前台北县也是这样 台北县那时候也没有五星级的饭店 那所有五星级的饭店都住在台北市 所以后来我们才拿两块地去BOT 一个是淡水的芙蓉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提供过去新北的经验 他们当年也是没有五星级饭店 后来透过政府的协调提供土地运用 以促餐模式有了淡水芙蓉饭店 跟板桥希尔顿饭店 这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 因此市长谢国良特别针对 威海营区未来的规划 希望朝向饭店跟购物中心 让港区东岸整个休闲廊带更加完整 预计可以提供1500个以上的在地就业机会 在这边一定会打造一个很重要的 新的一座好的饭店 就像长龙桂冠一样 我们甚至希望能够跟长龙桂冠 某种程度也有一些共同生活 或购物关系的一个连结 我刚刚讲到购物了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要 还是要在市区再做一座购物中心 因为事实上市区也还有更多的味纳量 然后大家一看 当时东岸好时整一些餐厅 大家平日就很满了 假日根本是要排队 所以这些细节就是讨论的过程 我也曾经跟他们在讨论过 是不是他们的容积是不是要用得满 还是说用到刚刚好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12000到15000坪 是会有的这个容积 那就像我之前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换算 我想在这边又可以增加 大概1500到2000个就业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 1500好了 讲保守一点 1500左右的就业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可行 因为一个饭店就好几百 那一个商场应该也是好几百 那这个 所以这两个应该就可以达到 这部分会有增加的就业机会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也常常跟长荣桂冠的饭店有一些合作 他们大概也跟我们说 大概是近年来首次 近十年来首次一到周末家全满 那平日大概有七八成 其实对于这个饭店来说 其实这个是长荣集团张荣发先生创办人 当年这个为了回馈基隆所做的 其实他们这个在基隆一直都 住房率不是说特别高 一直到近年来 更多的旅客 所以他们真的是在回馈基隆 真的这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 但是呢 未来我觉得商圈如果起来了 对他们未来的长荣集园 一定有更乐观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等一下再请校官最后讲一下其成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明年年底以前 鼓励航港局赶快把他顺利的这个 应该说是招商评选出去 那我们现在就是协助他们 跟他们讨论都市设计的部分 量体的部分 容积的部分 那还是有协助他做更多的这些规划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这个一德新村 他是港务局 然后就是阳明海运旁 那个叫一德新村 那火车站对面那个当然是台铁人 这个是航港局 你看大家有没有看到 但是每一个呢 都跟市政府有关 因为如果市政府不协助他 或者是不跟他一起讨论他的业态 他可能很容易 本身的这些主管机关也提不起 很大的动力去做很积极的 可是我们一上了以后 每一块其实都 因为我自己知道 第一个这是促餐 然后民间投资 第二个这个盖起来以后 对基隆的就业 对基隆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光是这几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地点 可能就是在做 未来我们如果顺利都把它盖起来 我想超过的就业就已经有1万以上 那是不是很多我们这边 在通勤的朋友们 大家就可以就是说 有机会就越来越在基隆工作 市民朋友报告一下 那其实在今年4月的时候 那市长就跟这个航港局的局长 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 就朝这个方向积极的去进行 那不过因为大概这几个月 应该中央他们有一些改组啊 也有一些部长也有一些交替啦 所以他目前我们的了解 他的时程就是说 他们已经在采购可行性的评估 还有都市计划变更 因为要先办理这两个作业 这个处战的可行性评估出来 还有这个都市计划变更完成以后 那就会来进行一个招商 那我们也积极都在跟他追踪进度 那目前大概市长期待就是说 大概明年的下半年 他大概八九月 就会开始陆续启动一些招商的说明会 然后办理一些这些招商的这些文件 那当然我们希望后续可以积极 再来跟这个航港局讨论 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在年底 明年年底或者是后年的年初 然后开始能有这些投资签约完成 那因为后续还要进行 这些都市设计审议等等的 这些市政府的行政程序 我们也会来加速协助 基隆的山海港城优越区位 目前在周末假日观光人潮不断 未来如果能够串联饭店住宿跟购物点 来延长旅客停留的时间刺激消费 同时也能创造在地就业机会 让基隆人更幸福 记者黄追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地内国小桌球校队练球 每位小选手们都聚精会神卯足权力和练习对手们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暖暖区地内国小发展桌球不遗余力 近年来地内国小桌球校队比赛成绩非常出色 因此杰出校友基隆市议员林敏薰 特地争取40万元 新手市议员曾宜芳 争取15万元总共争取到55万元的经费 协助地内国小桌球训练室 加装四台新的直立式冷气 改善夏天闷热秋冬地板返潮的问题 希望帮助地内国小桌球队更好更强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小 可以培养出我们的小选手们 有一个运动的习惯 那桌球刚好又是可以培养这个手眼协调 然后跟提升专注力的一个运动 那现在我们这个桌球运动也是 我们我国在这个 不管是参加奥运 还是参加这个市井赛 各个比赛在这个桌球里面 是适合我们国人所喜好 也是很多人在从事的这个运动 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扎根 从小培养 那孕育出更多我们的这个 未来国家的这个选手 可以代表我国为国的争光 我们会持续努力在这个小学扎根的阶段 不管是桌球运动 或是任何的任何的这个运动的事项 我们都会努力来争取 那刚刚米薰议员也有提到 因为我们桌球教室位于地下室 那地下室夏天就是热嘛 那冬天就是潮湿 那这台冷气的话 它其实它有冷气 也有出色功能 这个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是适用的 那小朋友在运动的同时 也不会因为流汗闷热而造成起疹子 这一点家长也可以比较放心 那未来宜方也会跟着我们同志会议长 还有米薰议员 还有各议员 大家一起来合作 来为校园争取更多的经费跟建设 顺便做一个工商服务 我们现在那个定内国小桌球队的这个 招生已经开始了 那也欢迎我们定内国小的同学 一二年级的家长 如果说小朋友兴趣 喜欢从事这个桌球运动的话 我们也赶快联络这个 我们社团里面的成交链 或是跟我们学校来做联络 我们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学子们加入 来这个战力可以加入 在我们定内国小桌球队里面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让孩子们 培养运动的习惯 那未来甚至有机会 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选手 对于来自议员们的益助和加油 也受到校方由衷感谢 首先代表定内国小 所有的师生跟家长 感谢我们宁明星林医员 大学长的鼎力相助 也感谢宜方 我们莎莎议员跨区合作 我想说给孩子一个很优质的学习环境 应该是每一个校长跟每一个教师同仁 跟每一位家长的责任 再次感谢 谢谢 在多位市议员分别帮忙争取经费 改善不同的硬体设备设施下 定内国小桌球训练室场地也越来越好 对于小选手们的训练也将如虎添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拿着一模材料小心调制 再放入病人口中 体验牙医师齿膜制作过程 医院牙科诊疗室里 来了一群青少年 今天穿上白袍 要当牙科医师 还有拿起了手术缝针线 小心翼翼进行缝合 一点都不能分心 全国唯有专业牙医师规划的 全国青少年牙医师植牙体验营 暑假在基隆医院登场 今年迈入第五年 吸引了不少北中南学生参加 我以前以为牙医就是坐在 那个诊所台那边帮我们拔牙那些 但是我没有想到牙医也要学会如何 掉牙齿 还有牙医也其实有分那么多颗 并不是只有帮我们看诊 也有做假牙 做植牙 还有做手术 我学到很多牙齿部分那些的肌肉 肌群那些可以控制的咬合之类的 或是很多不知道 因为我平常认知的牙医就是拔牙 然后或是就拔牙 基本上大家认知就拔牙而已 其实牙医还有更多功能 就是更多可以认识的 就是他会跟我就是有讲说什么 牙齿的基本结构就是讲得也很清楚 也很简单让人很容易懂 然后让我也比较了解牙齿到底是 这个结构是长怎么样 然后也有那个实作课程 然后让我对这大具体在牙医具体在做什么 有比较深入丽颖的了解 基隆牙医夏丽颖的活动内容 包括说就是有伤口缝合跟就是在牙科整疗台 就是印模跟灌模让学员可以就是牺牲体验 那早上的时候还有那个就是牙齿雕刻的部分 让学员可以就是透过实际操作来了解牙齿的构造 在牙刷后面的中间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把牙刷转个圈 好大拇指放在牙刷前面有双毛中间 其实这两个动作很简单 邀请专业牙医师教导孩子们 包括齿牙雕刻伤口缝合技术 最重要的是教青少年们正确的刷牙方法 针对咬合的部分我们甚至就让孩子知道 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常会遇到有些患者是脱臼的问题 下巴脱臼甚至看牙太久嘴巴脱臼 甚至是包括最基本的牙科清洁 孩子们透过参加我们基隆室的牙医口腔夏丽颖之后 他们可以更了解我们这样子的议题 那我们甚至在这一次当中有全国各地的孩子 一起来共襄盛举 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资讯 然后传达给所有的基隆学子跟全国孩子们 原本是天活动浓缩成一天精华课程 果然吸引外线市青少年参加 尽管许多人都说 未来励志要当牙医师 但能够先进行牙医师一日体验 也算是今年暑假最宝贵的经验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继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咯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喂 苏喜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没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 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优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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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妳被擋住了喔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哇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月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有一個 盆栽整結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丫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響應我們的綠腳丫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自身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結喔 從中國來 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 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 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 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參加講座的民眾戴上頭盔 手持手把 進入虛擬世界玩遊戲 基隆社區大學舉辦了一場 科技發展與媒體試讀講座 邀請專業講師 帶領民眾深入了解 元宇宙跟AR VR等最新科技知識 同時也提醒民眾 數位時代 除了帶來生活的各項便利之外 其實也伴隨著 許多詐騙問題出現 AI技術啊 它再繼續發展下去 它一定是即可亂真 所以呢 包含可能到專家 它都很難去辨別 因為如果它做到連光影 還有那個聲音的整個的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資訊都放在網路上 它是有可能把我們的資料 再重新去轉換變成AI以後 去運用在其他的地方 那也因此呢 我會建議只要是牽扯到跟金錢有關 它就絕對會有詐騙的疑慮 隨著這樣的一個AI世界到來 我想對於媒體以及網路的這種 食毒素養其實越來越困難 那這樣的一個素養也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科技 以媒體食毒中間的鏈結 讓我們越來越多的市民 我們社大的師生 對於自己 不管你是一個樂聽人 或是你是一個傳播者 那麼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 成為一個數位公民 而且在整個網路的一個宣傳過程中間 也可以成為假訊息的一個終結者 尤其是大家幾乎都有手機 或是利用電腦連上社群網路 每天接收到的訊息真真假假 講座中老師也提醒大家 遇到可疑狀況 當下一定要冷靜思考做出判斷 這些專業領域好像都很厲害 但你不認識他來加你當朋友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反點回去 他自己的個人檔案 如果遇到是交友的這一種 你點回去他的個人檔案 你會發現 在他上面的社群互動非常少 互動非常少 就有可能是他是到別人的帳號 或者是剛剛開始經營這個帳號 所以他沒有什麼內容 也沒有朋友 但實際的社交的 我們的環境的整個歷程 一般應該至少會有200人以上的朋友 而且這些朋友 如果都在社交媒體上 他會有互動 所以在這個社交媒體的 個人檔案是沒有什麼互動的情況 你就不要再去理他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對社大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結合這樣的一個AI世界 所以不管是這種講訊息的傳播 網路霸凌 媒體的人力 我們覺得說 這樣的課程越發重要 它不只是一個AI技術 AI科技 它更重要的是在媒體試圖中間的連結 所以我覺得社大有它的一個責任 要做這一塊的一個市民的一個陪伴 基隆社區大學表示 媒體試讀已經是數位公民都必須具備的基本常識 未來社大也將陸續規劃相關的講座與課程 幫助民眾建立要多思考查證訊息的正確觀念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青松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台灣管轄最多的燈塔在哪裡呢? 孤單又浪漫是什麼職業啊? 碼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法體驗基隆的味道